如果你住在达拉斯 你还没有来过Sherman 你还不知道Sherman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你可能有点落后了 然后麻烦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打开你的Zillow什么Realtor Redfin 你来看一下Sherman现在的房价 新典的房子是多少 这种地方房价能卖到四五十万 就是已经跟Melissa的房价 几乎是一样了 从这开始右边 从这块地过来 我们先往前开一开 然后我们就知道 这四十一块大概就这么大 从视频里面你感觉不到 反正大概就这样 如果你真的喜欢 因为这块我们现在在筛选有几块地 这是我们其中看好的一块 然后再往前走 这个位置 对这个位置前面就是Greason County的College 我们看看现在十点十一 我们看看到高速大概是多长时间 如果往这个方向走 往我的右手方向走 就是82 Greason County的College还算比较大的 就是一般你们交房产税 一般会有四项 一般是有City的税 County的税和ISD的税 这是确定有的 那有不同的County 还有不同其他税 像如果是Calling County 就再加一个Calling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 社区大学 你知道在Calling County 社区大学有多少个点吗 好像快十个点了 就是大的城市 超过我觉得七八万人的城市 好像都有都有点 然后这是Greason County 刚刚是他的大学 如果 但是如果你在Danton买房 就比如说西Frisco 在Toway西侧的 你在Danton买房 房产税只有三个税 就是City County和ISD ISD就是独立学区 然后呢 如果你在Dallas 恭喜你 Dallas还有个医院的税 Fordworth也有 就是越人口越密集 越老的地方 睡越多 然后服务的还差 你知道 然后现在还有很多人说 什么德州税高 你说对了 但是德州有很多城市 大哥麻烦你们 每次说的时候 把Dallas撇开 谢谢 那现在Frisco Plano Island 这些地方 今年的税只有1.79了 就是1.8左右 那大概几年前 都是2.3 2.5 然后你像Prosper 都从2.7 2.8线 降到2.2了 然后像Melissa McKinney以前也都是2.5 然后现在基本都在2左右 或者2.几 所以你要看它的税务的组成部分 就是不同的ISD 不同的City 不同的County 它的税都是不一样的 但整体就是北边 Calling County 大家经常买房的地方呢 就是在1.8到2.3 2.4之间吧 大概是这样子 那每年 因为它是随价税往 所以每年它的评估价格都会往低走 就是税率的比例都会往低一点 评估价格会往高一点点 这是随价的 好我们现在 这貌似离 貌似离Highway有点远啊 我们开了 两分钟了 还没上Highway呢 开错了吧 所以我需要两个地图 看看 哦 还有一个mile 那我们那边离Highway 大概是有两个mile的local 那我们现在就考虑到 那个位置可以 但是现在这条路 大家觉得大车的大货柜进来行不行 每天有很多箱的货 要从这这块 你看这有新社区了吧 来前面就是75 可以看到75的桥了 朋友们来 我帮你查一下 现在我就打开Zillow 你看一下多少钱 猜一下这个 我觉得大概是35到47 我看看啊 哦 看到没有 39万9 44万2 49万9 47万 就这个社区 你能想象这是shareman的价格吗 看到没有 所以还没明白咋回事呢 这个世界已经变成这样了 所以朋友们 特别是达达斯的朋友啊 就是周末可以到北边来看一看 发生太多太多事情 你说没人那见个星巴克干嘛呢 怎么旁边还会有酒店呢 这个地方有人住酒店吗 好 现在是10点14 所以刚才10点11我们开出来 所以现在的情况 你看这个QT也是新的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如果上highway的话 三分钟 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距离能不能接受 直接上75了 不过上75的还是会继续堵 放心 这块位置现在非常堵 然后路很窄 全都在修 你想这个修路的速度 直接是从一条路扩到三条路嘛 然后还有啊 就是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CT 未来的发展行不行啊 你要看它的要求高不高 就是第一它在没有人管的地 比如说是Farmland这些 现在还申请了AG的这些地 你看有没有人割草 第二你要看建筑物的外墙 就有些是它自己设计 但是它CT有个最低标准 就是我到底是贴石头 还是我随便啥东西都可以往上上 你知道吧 你现在这些外墙 如果说它是都是要求是 外地面都是stackle和石头 那就说明那个要求的级别很高啊 你看这个建筑 我估计是这是新的还是以前的 这可能也挺新的 你看这些树你就知道了 哇这竟然有urban air 看到没有 我的妈呀 黑带 这是干嘛的 看看这个是干嘛 感觉也是个消费的地方 近一点 ok 说废话哪个地方不是消费的 都是花钱的地儿 这个urban air就是孩子非常多的地方 他才会建这个 这是一个室内的游乐场 然后有什么索道呀 攀岩呀 然后小孩跳跳床呀 就这些东西 哇 这都建了 这就是给那些 都是为ti准备的 是吧 这些高科技人才们 起步六万 两个人就是 怎么得十几万在这儿 住个四五十万的房子 哎呦 你看看 这好吧 公寓 你看公寓外墙 starko和石头是吧 如果是老的公寓 他不会要求这么高 因为石头贵嘛 啊 然后再看草地和树的要求 然后道路 街道 包括路眼室 所有这些东西都有要求 你的要求越高 你看这是老的老的房子 这是一个 这是这是按照以前的标准啊 是吧 你看现在新建的全都有石头吧 老的就没有了 所以当时的 你看这个建筑是老的建筑 你会看到他建筑要求标准 你可以进头拉过去 对 这个标准跟跟那个 现在就不一样吧 对吧 他上面没有石头 如果现在在新建的话 这就必须要有石头 我们再看这些 你看你这这没有人 你草必须给我割得很好 这边离Taxoma非常近 所以很多人是那个开船 周末出去钓鱼 For sale 2.14个acre 大家猜一下多少钱 我闭眼睛猜一下 这个一个acre至少得30万 我不确定啊 我看这现在线上有没有挂的 他卖470万 6个acre 来来来来 这个旁边这6个acre啊 这是6个acre 卖470万 看到没有 哎呦我你妈呀 这不是刚才我们公寓吗 他这块地 还有很多树 我们还没有查有没有flod 有多少flod 但目前的价格 你看6个acre 6个acre 470万 Hotspot in Denison You funded 这两个acre 如果6个acre 470万 就是6 8 48 80万一个acre 我刚我刚说 我刚说多少钱 我刚说30万 30万白送 那就我觉得 你们觉不觉得 你看 All utilities 因为旁边有公寓嘛 所以水电这些全都有了 酒店都在这 你看这就是新建的 对吧 这commercial是新建的了 所以他有砖 有stackle 对吧 然后门口停车位 是这样子的 都不一样了 然后前面这也是 必须要有石头 好了就这样吧 朋友们 你们现在知道了 就是现在 这是shareman的情况 你们还想让我带你们转一转吗 我的妈呀 所以刚刚看 这个里面开车 两个mile价格就到10万一个acre 到这个路口旁边 就外七八十万一个acre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离不离谱 告诉我为什么 在评论区回复 如果你想买地 看房 投资 包括remodel 住宅 所有的这些东西 出租 listing 管理 这都我们的日常业 我就每天在做的 好 加微信好友 我们回复的可能比较慢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回复的慢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们目前的人不太够用 就像shareman一样 就是发展太快了 人不太够用 但是呢 我们还是 跟我们所有接触过的 只要交易完成 都知道我们 只要跟您接触上啊 都ok的 都没有问题 好吧 就这样 谢谢 再见 再见